还原打造江南第一城隍 溺水城隍庙 无响水镇牌楼造型的精致手机支架 在南京溺水 台商庄世贤将江南文化和台湾知名文创品牌纸箱玩相结合 用瓦楞纸打造出独具特色的纸上世界 近日 庄世贤接受了中兴社记者的专访 2001年 第一个地方在上海 后来到那个苏州昆山 那刚有这个机会在2018年的时候 跟咱们南京溺水城建集团有一个合作的项目 就是指向网 提起职业生涯 专世贤笑称自己是IT栏转型 之前虽然从事地产相关工作 但一直念念不忘的就是做两样的文创 文创的这个里面的一些空间内容 跟我之前做的这个房地产 购物中心商场 它是不谋而合 所以刚好把我的整体的那个 做了从事了二三十年的这个经验 把它揉在一起了 希望说打造出来一个不一样的指向网 落户溺水后 专世贤不断思考如何丰富纸上文创的地方元素 指向网在那个溺水啊 纸衣馆 纸衣馆跟那个餐厅是去年的9月份 然后今年的部分呢就加入那个 亲子酒店 等于三个板块 虽然面积不大但是我们还是把这个每一个板块呢 把它做到比较细致的一些去做一些调整 虽然没有大势的对外宣传 但是在礼拜五礼拜六 在那个亲子的酒店这条线还是比较饱满 多年来专世贤一直致力于推动两岸融合发展 在他看来台湾和大陆的文创设计合而不同 两岸的这个在文创品上面 我觉得是台湾的文创品 它是小而美 就是说它做的东西 它是朝小细节去做 它可能是比较大的架构去规划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到像我们的旨意都是小东西 与纸上文创领域相比 专世贤还有一个不为大多数人所知的身份 专业音乐制作人 他时常身体逆行地促进两岸音乐事业发展 推动两岸一家亲 在大陆的二十多年 专世贤不禁感慨发展去猛 机会很多 并深感有幸能够参与当中 南京南站 南京站 还有那个怎么的路口机场 在硬件上面的提升上面 很明显地看得出来 南京辐射的各个区 对我来看是 这几年的变化是特别大的 我们跟台商之间的往来比较多 很多人都在绿水或者是在南京 大概都超过二十多年 他们的口头上讲出来的 他们为什么一直扎根在南京 觉得南京是他们 现在跟未来 一直想藏起居住的地方 未来 能行走的 然后也可以有会说话的 然后有光的 纸意上面各种不同的纸的产品 做一些不同的研发 让更多的商品做出一些咱们特色 谢谢大家